2019经济走势恐怕不妙 台经院最新预测明年GDP成长率为2.2% GDP成长恐陷入保二危机 可能连大闸蟹都没有 可能蜂蜜柠檬 吃感冒的你多准备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不止台经院各机构都看坏明年GDP 央行从2018年的2.73%下滑至2.48% 主机处从2.69%下滑至2.55% 中经院从2.61%跌落2.18%最为悲观 台湾过去这几年 你的出口成长率要高 第一个产品要创新 但是我们看现在苹果没什么创新 第二个原物料要涨 但原物料涨到第三季也不涨了 现在也不动了 第三个是人家国际要大投资 买你家的机器设备 银商景气还有苹果供应链 苹果股价13日大跌5% 跌破200美元关卡 全球股市也被苹果风暴袭击 道琼中场大跌602点 标普500指数重挫1.97% 13日台股开盘三分钟 更暴跌214点 一度来到9616点 中场在大力光上涨4.92% 激励下跌幅收链 大盘已9775点 下跌55点作收 至于鸿海跌2.36% 收在74.4元 台积电收盘也跌1.73% 来到227.5元 这些PA的相关的类股 一定压力就比较大 所以要去观察一下 目前在盘面上 这些股票急杀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特定的买盘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币24.22亿元 此外13日台币兑美元 则先以30.950元开盘 贬值6.2分 最后收盘来到30.902元 贬1.4分 成交金额7.68亿美元 等于财经新闻 于许陆波冲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